非常香的小笼包 韩州 来自韩州亚运会上的小笼包 对我们算包子 腾讯音乐娱乐集团发布了2023年一季度的财报 周深凭借《祈愿山海》和《灵牙之旅》再登腾讯音乐的财报 其中周深演唱的《祈愿山海》是专为腾讯王者荣耀而打造的歌曲 自然不必多说 而为星海成导演《灵牙之旅》演唱的同名中文歌曲《灵牙之旅》 几乎是一经上线就登顶了众多的音乐平台多个榜单第一 更是创造了三周累计播放量就破亿的佳季 并且28天收藏量突破了百万 28天里连续17天日收听破百万 一天收听量破90万 五天收听量破80万 时时收听人数最高时突破了5万 数据还是仅仅是这首歌在企鹅音乐的数据 如果再加上所有音乐平台和其他自媒体平台 这个数据恐怕会翻几倍 而奇愿山海和《灵牙之旅》 此前已经获得了企鹅音乐巅峰榜 季度榜和锤类榜单 周深本人也获得了2023第一季度的十大巅峰艺人 虽然第一季度周深发歌不多 却成绩斐然 不愧是顶流歌手《时代之声》 再次恭喜周深 信誉值最高的应该是没有 因为这个游戏过程当中谁都可能会说谎 原本原来可能应该是周深吧 周深上一季还属于小白阶段 很容易说出真话 后来被大家骗得太多了 周深也学坏了 也满嘴的胡话 另外据悉周深将缺席一期《奔跑吧十一》的录制 目前《奔跑吧》正在每周五晚播出 周深作为常驻嘉宾 每一次录制网上都会出现大量的路透 不过这下又有网友爆出了下一次的录制时间和地点 有网友透露 下次的录制时间在5月24号和25号两天 地点是年级 具体地点大概是恐龙公园 人民公园 西市场 以及阿里郎广场等 不过网友同时也透露 周深 杨颖 范澄澄 因23号要飞往北京参加华表奖的晚会 可能会缺席24号的录制 也就是一期节目 当然也有网友透露 应该是23号参加完华表奖之后 24号早上赶到延集 参加下午的录制 不会缺席 不过这样的话 时间会很赶 可能会身体吃不消 另外网传消息 这一季奔跑把最后一次的录制 是在国外 目前正在泰国和马来西亚踩点 但是还没有确定具体的地点 但是没有特殊情况 基本上确定能在国外录制了 另外周深参加完了 你好星期六的录制 17号将飞行 飞移里的中国 还记得周深在二一年一艘画卷 演绎飞移服饰之美 空灵悠扬的歌声 带你跨越时空 重温古代华美服饰 体会飞移服装之美 这阴风书占的你 我将打疼的秘密 如果新手全年来朝夕 我听风吹银 那长发幸福的你 一针一线一句一词 都令人沉醉 不知道周深又会带来 什么样的歌曲舞台 期待官宣 所以后面的粉丝 不会缺少周深的综艺了 只是播出的时间尚未确定 慢慢抽 你是陀螺吗 你要我抽你 抽到的是哪个幸运的小陀螺呢 我觉得你的歌声 真的是插着翅膀 谢谢谢谢 但是因为有他们 我才会插着翅膀 我觉得首先 音乐对于我来说是知音 然后我的声名 我的歌迷们对于我来说 也是知音 回复你 你是高换师的话 他就有机会回复你 来抽你 慢慢抽 你是陀螺吗 你要我抽你 不知道的是哪个幸运的小陀螺呢 喂 他怎么会下面都不说 哇哇 大家看看 猥股先知啊 看看是哪位 可爱的小偶尔爱啊 但是 真身一等奖只有一个 看看到底是哪个区 我特别爱吃西瓜 但是今年的西瓜都不怎么甜 因为甜度都在你的身上了 哇啊 那个他以前啊 对啊 谢谢 哈哈哈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bombard 突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天不降临 我要开始出去 试试远方有没有到底 去哪儿 去哪儿 你心里 你们想当我的往后吗 还是想当我的快递 但是呢 你们是我的避难所 罗 好终于雷亚 这一次 越来越多的事情的经历 让我开始珍惜 更加珍惜 每次跟你们遇见的机会 也开始不吝啬自己的表达吧 谢谢你们 我爱你们 谢谢 我觉得今天的风 应该比他喜欢我的左脸 我一直要这样的时候 他就疯狂地抱着这个 流海标准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没有错错了 我想说一遍 好久不见 米子曼 我一直觉得我这所引力 能够去飞 能够飞响 因为你们 就是我的那一阵 春风 谢谢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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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好吗 好 周深真的 越来越多人有听到周深的歌了 你们还有听到吗 好 我们一定要都好好的好不好 好 谢谢 谢谢 对 对 实话 这一次 越来越多事情的经历 让我开始珍惜 更加珍惜 每次跟你们遇见的机会 也 开始不吝啬自己的表达吧 谢谢你们 我爱你们 好 愿你我 空手 我 在最后记忆 余生是知己